彰化县村里联合总会来到花莲 做围棋三天两夜的观摩交流 在12号特地参访了花莲市公所 市长盛情接待 期盼双方的好交情 能够促进花莲与彰化有更多的观光互动 彰化县村里联合总会一行30多人 在12号上午特别前往了花莲市公所进行参访 受到市长为加弦的盛情接待 双方也对理政业务进行了交流 这次最主要是跟我们彰化县 我们的县总会 我们的合总会长 还有我们彰化县各乡镇的会长 来到我们花莲县这边来做交流联礼 这次收益良多 那也希望说以后 我们花莲县跟我们彰化县 能够多多的来联礼跟交流 那在加入期间 我们也跟所有的会长来介绍我们花莲市的一个过去的发展 跟未来的一个展望 那我们希望说花莲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来这边移居 甚至来这边旅游或是来投资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看到这些会长 其实他们对花莲的印象都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他们会长的身份 能够回去再跟彰化县的彰化县的所有的礼民 领长来宣导一下花莲旅游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市长未嘉贤表示 花莲市在今年将计划与彰化县签订推展文化观光合作备忘录 在疫情趋务后 就会亲自摔领公所主管前往拜会 表达姐妹是有以永固的心意之外 也期盼能借由合作备忘录来带动双方之间的观光发展